新增的確診案例它的居住地跟工作地在哪裡 我們現在是有大數據可以監視 所以我們成立一個行動快篩站 它比較靈活 如果我們發現那個地方有需要 我們就去那個地方做 文化大學傳出四人確診 台北市政府二日出動行動快篩隊 前往學生宿舍 為200多名學生進行快篩 有13人出現陽性反應 由明顯症狀者送醫 其餘者送入專者防疫旅館 並匡列接觸者進行居家隔離 快速處理群聚感染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現在必須改變防疫戰略 空出能力進行疫調 它降到一個程度就停在那裡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在發病之前就感染了 可是我們現在整個系統是發病以後才去圍毒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對付那個 發病前感染的那一批人到底要怎麼處理 柯文哲說 這個病毒比SARS還難纏 確診者在發病前就有傳染力 未來確診者的接觸者 除非有特殊理由 都要住進防疫旅館 另外柯文哲也公布 台北市大量疫苗快打計劃 做好不同數量疫苗的施打準備 而對於市場分流 柯文哲認為 相信民眾素質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只要85%以上的國民都願意合作 我們現在用這種方式以最低的成本就可以把疫情控制到一個程度 我想這才是世界上比較好的模式 我們不需要用那種極權的手段來管理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也可以運作得良好 這才是我們成功的地方 柯文哲表示 會在未來兩三天內 設置好台北市各個市場的人流監控系統 讓民眾作為要不要前往的參考依據 訴諸國民水準 用最低的行政成本 才能讓台灣撐到疫苗打完 新唐人也來電視胡莊王黃林峰 台灣台北報導 曾經介紹過